他又是一个冷军肃杀的执法者 他使出了更狠的一招 爵位与封地脱钩 贵族的封地被收归国有 重新分配使用 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族们 几乎一无所有了 商鞅一亮相就打倒了一大片 迅雷不及掩耳 令秦国上下目瞪口呆 商鞅把他的刀刃毫不避讳地 直指贵族当权者 但他的对手并不好对付 他们有权 有势力 人多势众 不会坐以待毙 等着别人来动他们的奶酪 从西州以来几百年的奶酪 因为西州是西区 把他专门跟这个肝掌 要消灭他 等于说这一杯羹呢 他向全社会摊开了 传统的这个贵族的利益 这个蛋糕就跟他剥夺了 他与贵族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矛盾冲突来自于仇恨 也给他个人的人生 满下了一种危机 上央没有低估他所面对的凶险 为防不测他制定了周密的保安措施 每当出门的时候 他被刺警准备了十几辆车 跟随其后 车上满载着披甲的武士 还有迟茅和挤的卫士 排在车队两旁 把商鞅的车围得水泄不通